《摄影构图》 是造型艺术的手段 作为平面造型艺术的摄影 同样也离不开构图 摄影者只好照相机 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大千世界 大到宏观的天空 云霞 山川 大河 小到微观的昆虫 小草 花蕊 露珠 你拍什么 怎么拍 这就需要摄影构图 摄影构图是一个思维的过程 它从自然存在的混乱事物中 找出秩序来 摄影构图是一个组织的过程 它把大量散乱的构图要素 组织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整体 摄影构图是一个情感交流的过程 摄影者从客观事物获得信息 并将这种信息赋予个人情感 再传递给观众 摄影构图是技术和艺术结合的过程 只有充分调动所有摄影技术手段 成为艺术表现手段 才能使作者的情感和画面思想 得到充分表达 摄影构图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过程 内容通过形式表现出来 形式是内容的载体 内容起主导作用 形式浮予内容又具有相对独立性 只有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 才能产生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摄影作品 综上所述 我们给摄影构图做如下定义 摄影构图 就是把所要表现的客观对象 根据作者的主观思维 以现实生活为基础 而又以比现实生活更高 更富有表现力的 更具艺术感染力的表现形式 有机的组织安排在画面里 使作者意图充分表达出来 在这个定义基础上 如果从拍摄实践的角度来说 摄影构图又是处理画面中主体 陪体 环境相互配置关系 确定拍摄点的过程 摄影构图又是运用基本造型法则 调动画面各种视觉要素 以完美的形式表达作品主题的过程 怎样确定拍摄点 确定拍摄点 实际上就是处理画面主体 陪体 环境的配置关系 主体是摄影者 用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主要形象 从形式上 是画面的结构中心 视觉中心 从内容上 是画面的趣味中心 陪体 是主体的陪衬 帮助主体表达画面主题 环境 是主体 陪体所处的空间 造成气势 渲染气氛 加强主体的表现力 面对拍摄对象 确定拍摄点 要考虑三方面内容 怎样选择拍摄方向 怎样选择拍摄距离 怎样选择拍摄高度 选择拍摄 选择拍摄方向 以被拍摄对象为中心 在360度的平面上 确定拍摄点 可形成正面构图 前侧面构图 侧面构图 这个点的确定 决定对主体特征的表现 这一点的确定 决定了主体 陪体 环境 在画面中的配置 和相互关系 确定拍摄方向 注意三点 主体特征 要明确 准确 要美 主体 陪体 环境关系正确 主体突出 陪体呼应 环境 烘托作用 在自然光条件拍摄时 要考虑光源方向 照明效果 正面构图 从正面拍摄点 拍摄主体 形成正面构图形式 画面表现主体的正面全貌 主体往往在中心位置 突出 醒目 正面构图 显得庄严肃目 比如标准项 正面构图 常构成对称状态 显得稳定 正面构图 缺乏总的方向性 不利于表现空间感和纵身感 正面构图 画面中各部分 往往得到等同的表现 如合影照片 正面构图 不利动视动感的表现 是以表现建筑 建筑 建筑群 侧面构图 从侧面拍摄点 从侧面拍摄点拍摄主体 形成侧面构图形式 表现主体 以表现人像剪影 鞋侧构图 选拥拥 选择不同的拍摄距离 环境在画面中的比例 关系 摄取较大空间 表现气势 气氛 还是摄取细微部分 对主体进行深入刻画 由于拍摄距离的变化 引起画面景物影像的大小 和画面包括景物范围的变化 我们把这种变化 用景别来表示 称作远景 全景 中景 近景 特写 大特写 景别之间 没有绝对的具体的划分 从一个景别 转到另一景别 没有明确界限 远景 在较远的距离 拍摄一个大场面 画面是一个广大的空间 多种景物 画面可以显示 各部分景物的空间位置 和相互关系 只能让观众 一般的认识被拍对象 只能表现景物的环境气势 整体面貌 画面中的每个具体景物 在画面中 都只占较小的位置 因此 不能深入细致的刻画和表现 远景 更难塑造具体人的形象 只能表现人群 全景 仅次于远景的大场面 是以表现某一事件 某一具体事物为中心 这一事件事物 占画面主要部分 看到它的全貌 对它进行稍微细致的表现 全景画面 环境 仍占较较大比重 环境的作用在于显示主体的位置 表达一定的气氛 表达一定的气氛 以烘托主体 人物 仍以群体出现 不能得到细致的表现 终景 以较近的距离拍摄 被摄主体 有较大的影像 能比较细致的介绍 事物的主要部分 表现参与世界人物的相互关系 中景 以一定的画面表现人物 比较清楚的表现人物的身姿 手势 中景环境 也占有一定的位置 表现人物 或被摄主体 所处的空间 近景 这是在近距离上的拍摄 人物与被摄主体 成了画面中心 占有画面较大的空间 环境 已降到次要地位 往往只有简单的背景 和影像模糊的其他物体 粗略表现主体 所处空间 对人物和被摄主体 能够进行细致的刻画 身姿 手势 表情 能得到清楚的表现 特写 在更近距离上拍摄 在更近距离上拍摄 对人物或被摄主体的主要部分 进行细致的刻画 人物特写 头部 面部 几乎占整个画面 可以十分细致的 具体的 深刻的表现 人物的外貌 表情 特写 特写画面 除主体之外 只有小部分空间 作为画面构图的组成部分 大特写 也称 细部特写 局部特写 在极近的距离 对主体的细部 局部 进行极细致的表现 大特写 不能表现 被摄体整体形象 往往不易 以单幅照片存在 只是在专题摄影 和电影电视中运用 选择拍摄高度 所谓高度 就是拍摄点 和被拍物体水平相对位置 选择拍摄高度 和拍摄角度 有直接关系 拍摄点高 常采用辅拍 拍摄点低 常采用仰拍 拍摄点 同被拍摄对象 处于同一平面 则用平拍 平拍效果 平拍效果 与人眼睛 绝大多数时间 观察景物的效果 是相一致的 真实 亲切 平拍时 地平线 往往处于画面中间 天地所占范围 大致相同 平拍 有正确的透视关系 一般不变形 不歪曲形象 平拍 有利突出前景的主体 仰拍效果 拍摄高大的物体 或拍摄 处在较高位置的对象 常采用仰拍 室外仰拍 画面地平线低 天空在画面较大面积 仰拍 以天空为背景 会使主体显得高大 仰拍前景突出 仰拍 以天空为背景 可以简洁画面 近距离 大角度 短焦距仰拍 会使主体产生明显变形 辅拍效果 表现处于较低位置的对象 辅拍地平线高 表现地面景物 正确显示各种拍摄对象的相对位置 相互关系 不但表现前景 还能表现中景 远景 表现辽阔和深远 辅拍以地面为背景 物体显得矮小 不利表现高大景物 摄影画面 视觉要素 通过确定拍摄点 使被拍摄主体 陪体 环境 有机地统一在一个画面里 但这只是确定了画面的基本格局 而构成摄影画面中的视觉要素 是多方面的 比如画幅 前景 背景 空白 线条 影调 色彩 质感等 只有充分调动各种视觉要素的造型能力 相互配合 加强效果 使画面成为一个协和的整体 才能以美的形式表达摄影者的创作意图 传递作者的情感 增强画面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画幅 全景照片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前景 位于主体前面的背摄体 离相机近 成像大 影调深 前景的作用表现在 点名季节 时间 装饰画面 营造气氛 增加画面层次和空间感 背景 位于主体后面的景物或空间 点名主体 陪体所处地点 环境 背景 应衬托突出主体 背景与主体的影调色调 应有明显对比 为了突出主体 常采用选择拍摄方向角度 避开杂乱背景 采用逆光侧逆光拍摄 暗化背景 采用开大光圈 缩小景深 虚化背景 在雾天拍摄 淡化背景等技术手段 在近景特写镜头中 减少背景在画面的比例 更会集中突出主体 空白 是指画面中除实体对象以外的 其衬托作用的部分 可以是单一影调 相近色调 虚化淡化的色块 色斑等 空白的作用在于突出主体 表现意境 展示空间与方向 线条 水平线条 表现辽阔平静 竖直线条 体现高大向上 曲线 表现流动跳跃 线条 还具有引导指向作用 线条的汇聚又构成线条透视 显示物体的立体感和画面的空间感 影调 画面影调是由被射物体本身深浅色调和照射光线变化所决定的 画面的基本影调给人总的影调印象 称作画面的基调 不同的基调倾向 可将照片分为高调 低调 中间调 和剪影照片 不同基调会表达不同的情感色彩 如高调 高调表现明快 轻松 洁净 低调表现厚重 肃穆或悲凉 色彩 色彩具有情感象征 这是人们长期生活体验的积累 如白色 如白色象征 红色 鲜 蜜色 蜗 蜘蛇 蜜色 蜜色 表示 生命 蜃色 蜜色 表示 宁静 给人一种温暖热情欢乐喜庆的气氛 以蓝青冷色为主的画面称为冷调 给人一种寒冷清爽宁静的感受 质感 质感是物质的表面特质给予人的视觉感受 在近景和特写画面里 细致的表现备受物体的质感是十分重要的 质感表现在三个方面 表面结构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 物体性质是坚硬的还是柔软的 物质属性是木质的还是金属的等等 表现摄影画面质感的关键 在于适当的用光 合适的拍摄角度和准确的曝光 视觉要素是传达视觉信息的语汇 只要创造性的运用造型法则 使各种视觉要素形成对比 形成节奏 使画面均衡 使画面均衡 和谐 生动 稳定 多样 统一 就会拍摄出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的 具有艺术改染力的作品 适应构图 就是把线条 影调 色彩 形状 明暗 空白 质感等视觉要素 有机的统一在一个画面里 传达作者的感受 引起读者们的共鸣 为了强化这些视觉要素 增强摄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摄影者要研究和掌握一些 基本的摄影造型法则 给欣赏者以美感和启迪 摄影者常运用明暗对比 虚实对比 大小对比 形状对比 质感对比 色彩对比等手法 摄影者常发现和捕捉自然界 充满节奏的韵律 构成形式美感 摄影者为了满足欣赏者 心理上的需求 常采用对称和均衡的构图形式 表现安详 宁静和谐 总之 摄影构图表现的内容 是多种多样的 摄影构图 就是要把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 凝固成一个多样统一的 永恒的美 有点高级 摄影构图表现的 小辉的顶级 是不一样的 算是不一样的 我们准备 说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做的 一样的 那种 若是不一样的 一样的